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原标题,它是敌人的心腹大患,在死后却赢得敌方尊重,并举行为灵迹作者赵文夺,继我努学社会员杨靖宇将军的一生,都献给了革命事业, 特别是在东北领导抗日武装抵抗日本侵略,给敌人以沉重打击,成为中国东北抗战的一面旗帜。 杨敬宇生于河南省雀山县,参加革命早期一直在关内开展革命活动,为厄与晚苏区及其红军的创始人之一。 1929年下辈派往东北工作,于1932年受党组织的派遣,在吉林组建抗日武装,抗击日军侵略。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,杨敬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。 1936年7月,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,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。 杨敬宇任军长兼政委,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之一。 他率部转战白山黑水之间,创造了一系列适合东北抗战的战法。 通过夜袭、伏击、迂回等战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,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,被日本侵略者视为满洲治安之矮。 此外,为了保存抗日力量,反日北围剿,杨敬宇将军还创建了很多秘营,很多秘营如今已经被找到并保护起来,还发明了许多免收敌人发现的生活方式,如轻松造等,既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生活所需,又不会被敌人发现。 总之,杨敬宇将军为首的东北抗联,消灭大量日卫军,牵制了装备精良的日本关东军几十万人。 以当时国民党四大会,占投入兵力而言,国民党与日军人数对比,基本在二到三倍左右。 这样估算一下,如果不是以杨敬宇为首的东北抗联的存在,如果抽调出二十万人进入关内,那么国民政府至少需要五十到六十万精锐部队加以抵抗。 从这个意义上讲,杨敬宇坚持抗战的贡献已远远超出东北。 此外,杨敬宇将军领导抗联抗日活动,还给东北民众,以及全国民众以鼓舞,看到民族未来的希望,再提振民气,凝聚人心方面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。 1940年2月23日,杨敬宇在蒙江县金敬宇县保安村三道外子,受到关东军讨伐队的包围,壮烈殉国。 杨敬宇捐躯后,敌人在他的胃里,只砍尽尚未消化的草根和棉絮。 对此,伟通化省警务厅长按古龙一郎称赞其虽为敌人,也敬佩杨敬宇将军,是个真正的英雄,并为杨敬宇将军举行了魏灵纪,编告编辑,姚天琪。 欢迎大家订阅寄我母沙龙。